如果说起四驱动力 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谁 反正小编谁都没想到 首先想到的就是奥迪 因为奥迪有着强大的机械差速所 想让人不记住都难 但是除了奥迪之外 还有一款车并不比奥迪差 它就是斯巴鲁 斯巴鲁拥有独特的四驱系统 和高性能水平的发动机技术 就算小编说了太多 大家都认为是小编吹牛逼 咱们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大家看到的可是十吨重的重卡 而且这还是在雪地上 一般车能保住自己不被困就好了 这斯巴鲁可到讲义气 赶过去救援 把些菜在雪地上的重卡给拉了出去 这四驱性能可一点都不比奥迪差吧 也难怪有那么多的死装粉 斯巴鲁能有这样的表现 也全是靠的全四驱系统 和高性能水平的发动机技术 使车身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 所以使它有这么强悍的动力 总之简单来说 它的四驱系统可以在任何地面上行使 就这四驱性能怕是奥迪都比不了 别说奥迪了 路虎来了都比不了 不过遗憾的是 它的金主爸爸丰田 在中国已经有两家合资企业了 按照外企合资规定 斯巴鲁在中国合资 那可能就要没希望了 这丰田也算是坑了自己 你是斯巴鲁的粉丝吗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